隱形患者多一倍,阿叔玩着,疑疑疑 强国H7N9仍是四围全 确诊个案已经去到104宗 好惊惊,未算,港大的推算还得人惊 我们根据现时有的数据 推算大概有一百例是未被确诊 这个我再说多次 不是因为有任何的失漏或者市民病了不去提医生 更加不涉及,我不相信是有一些流暴 是因为流感根本是有这个特征 而且年纪越大,病情越严重 好像现在有一半确诊病人在60岁以上 65岁以上的病人里面 有7成2更加严重与死亡案件 世卫最新报告就说 60岁以上的病人,7成6是男人 男人的死亡率更加达到两成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呢? 世卫说可能和强掛男人喜欢脑脚有关 他又建议做血清流行病学研究 确定多少人中招没病法 说得更可怕 下个星期三便是五一黄金周 但他觉得现在口运的措施足够了 那些鸡又怎么办呢? 研究显示如果鸡来自同一个鸡场 只要5%的鸡中招 九成以上的机会都可以查到 就算来自不同鸡场 照案比例抽样 做血清测试 检查到的机会都有九成以上 食环署说 血清测试的建议 要看未来情况再决定